10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二场喀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熙江介绍 10月25日16时至26日16时,喀什地区无新增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例均在舒服县,全部为25日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10月85日16时至26日16时,喀什地区无新不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例均在舒服县 王熙江称,为迅速切断传播途径,确保各族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疆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果断决定以舒服县为重点 在喀什地区开展全民免费核酸检测 并第一时间抽调各地核酸检测力量火速支援喀什地区 喀什地区增加单日12.2万馆,61万人核酸检测能力 据通报,舒服县需检测总人数24.52万人 截至10月26日16时已全部完成检测 除新增26人呈阳性外,尚有5个混馆正在进一步复检中 其余均为阴性 截至10月26日16时,喀什地区需检测总人数474.65万人 累计采样人数447.17万人 已出结果213.36万人 除舒服县检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外,其他县市均为阴性 我们将全力抢抓时间,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 最大限度提升检测能力,确保27日喀什地区完成全员核文检测 王熙江说,从24号发现首例无症状感染者后开展核酸检测到25号16时 短时间内筛查出137例无症状感染者 10月25号16时至26号16时,筛查出26名无症状感染者 从疫情防控的角度看,这对疫情防控是非常有利的 他还说,这次舒服县疫情目前报告的全部为无症状感染者 主要是因为核酸检测迅速及时,发现早,病人尚处于感染早期阶段 均表现为无症状感染者 下一步,喀什地区将在国家自治区专家组的指导下 统筹全喀什地区医疗卫生资源 全力做好全员检测,流调溯源,科学救治,医疗物资保障等工作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